哈哈哈哈 看到你我就欢迎了 哈哈哈哈 有国民阿姨称号的艺人王满娇 一出场就用充满活力元气的笑声来响应活动 现年80岁的她认为大校有益身心又能预防失智 艺人唐重慎也示范大校瑜伽 认为不只可以减压还能增加自信与快乐 当然有帮助啊 起码她的心情好啊 而且她的肺腹力就强啊 然后她不会乱想 尤其对失智跟忧郁的老人 现在这两年的疫情啊 还有一些退休的老人 回到家都不晓得怎么办呢 又不敢出去 然后又不能到处乱跑 那只有在家里就变得很忧郁啊 那所以你只要笑 你要想办法让他笑 不管是你是作为主女的 或者是作为父母的 对你的小孩 对你的父母 你都要让他在那里笑 那家里就会很气氛很好啊 就是希望说把这个笑 提倡给这个全台湾的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人 因为大家现在生活上 不管是学业 工作 家庭 人际等等 都有很大的压力 一起笑 一笑敏恩仇 好不好 我会把这个报名的资料 那个介绍给乃哥 对对对 会介绍给乃哥 为什么要介绍给他 这样他以后会把 把讲脏话的力量拿来说笑话 疫情解封 民众终于可以脱下口罩 2023世界爱笑日 特别遗失新北市 并扩大规模举办 推出第一届全民大笑比赛 以及爱笑大游行 号召民众一同参与 用爱与笑声传递温暖与欢乐 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观察你身边的笑声从哪里来 如果那个人的笑声非常的震撼 请你赶快拍15秒的影片给我们 我们想要选出今天 今年台湾最会笑的人 这是台湾第一届大笑比赛 欢迎大家 奖金一万哦 奖金一万 爱笑一家社会 推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我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尤其我在说 我们人人看人 吓死 我们就想吓死 我们人看人笑 我们就想要笑 希望说 这个笑 大家都会能笑 尤其老大人 哇 更加应该笑 大笑不但有意身心健康 还能抗忧郁 提高免疫力 欢迎民众5月7号到三重体育场 与来自全台各地的笑友们 一起欢庆世界爱笑日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牧与同学的外公司